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在這個二層餘生的世界,通常我們都很等錢花 有部份朋友就不太喜歡用筆 既然是這樣,怎樣可以在這個世界賺錢呢? 其實錢就不是很難賺的 例如在這個荒廢的世界 每個人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水 而水是最值錢的東西 究竟怎樣可以利用水來賺錢呢? 我們先回去第一條村 那裡就是秘湖山丘 這個地方一開始就預料大家可以利用水源來賺錢 來到這裡,大家已經看到我有一堆淨水器 還有這個...發電機 在這個產水工場,我叫做純水生產工場 那大家看到我的水資源去到815 其實這裡用的水就不太多 通常每一天就會有600多進帳 那製造水呢,我們就有幾樣東西可以做 那就是在起資源裡面,選水的資源 那就可以製造這個抽水泵 但這個生產每一天只有3點 而且非常之佔地 不過呢,就有個好處 它是不受到地形限制的 基本上你有泥土就可以裝 那它呢,去到哪裡都可以裝的 那再升級的就是淨水器 那它就沒什麼特別要求 你只要有材料就可以生產 需要2的電力,但生產到的水只有10 我建議大家初期就可以用這個來做過度性 那先起一點點 那最大的工業淨水器就需要5的電源 但是每一天可以生產到40的水資源 那我這裡就已經裝了20個 那所以每天就有800的水源出現 但是就這樣起都不夠 還需要發電機的配合 那所以我就有一堆發電機放在這裡 那全部都是用這個大型發電機 那每部大型發電機 就可以提供到兩部淨水器所需要的電力 那現在我就由頭開始做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我就會在外面放這些發電機 然後就一個接一個去鋪設這個電纜 那這個非常重要,我們就會方便做很多 那這樣就已經鋪電纜了 但是鋪電纜都還不夠 最好就加一個計電器 那我們選擇計電器 最好就選擇這些有開關的電塔 又或者旁邊這種小型的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那我看大家喜歡的 那放了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把這條線連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有時候會有Buff的 那就產不到水 而如果產不到水的話 我們就需要把這個給電的開關關關掉再開 所以有這樣的開關在這裡是最好的 好,那搞定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來裝這個靜水器 那靜水器的裝法呢 就大家喜歡啦 沒什麼所謂的 我就會在邊位開始裝 那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裝靜水器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盡量伸出去外面少少都可以 就好像現在這樣 這樣做的話呢 就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會多些空間可以用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就已經建了一排的靜水器 但是呢 在未駁電之前 它們都是用不到的 就好像現在這樣 你會看到它需要用電那邊是會紅色了 那就可以呢 一個接一個這樣 把它連接了它 那你就會看到電線呢 在後面這樣連接了 那大家留意一下 電線的長度是會有限制的 那所以呢 那譬如這個這樣 如果拉那麼遠 它是放不到上去 就會看到紅色 如果這樣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只需要去電力那裡 選擇這個連接器 接著呢 選擇一座高深一點的塔 譬如這個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裏 那就可以在這裏連接了 之後呢 再在上面那裏再連接 那就可以了 那大家看到我現在上來了 那就可以在這裏連接 那連接來這裏 那就已經是連接了所有的電力給它 那接著呢 我們只要退出 那就可以看到究竟夠不夠電的了 你想知道夠不夠電呢 只要過來這裏 現在看到綠色的 就是它已經在運作中了 那大家就不用擔心 會不會頭位有電 尾位沒有電 其實就不會的 因為你開工房模式的時候 如果所有東西供電正常 電力那裏是會顯示綠色的 如果是紅色的話呢 就要看看 那如果大家不肯定 那些淨水器是不是正常運作的話 你只要關掉它 那後面就會全部停光了 那大家看到了 當停光之後呢 水就剩下這麼多 那接著呢 我去開它 還有你也看到 這些熱水在下面 是會亮燈的 那再看看 那水就已經去到815了 那還有這件事 大家離開我們這個濾水工場之前 記得回去工房那裏 看看我們的 資源先 那就是在這裏 我們看看會不會有純水 如果有的 記得全部拿出來 千萬不要留在這裏 然後呢 就收起來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主要原因是 如果在工房那裏有純水 就有機會產不出水 那所以呢 你們離開這條村之前 最好就丟掉所有水的位置 或者全部拿走它 然後呢 就可以出去做任務 做完任務回來呢 基本上就已經產好水 OK 回來呢 我們先看看 我建議大家 現在呢 最好呢 就做個任務回來才收 因為你每次睡覺都很悶的 那 回到來呢 我的純水就有603顆 不過水就很重的 通常呢 我們拿之後呢 都需要找同伴幫忙的 那最好呢 看看有多少水 就全部都給它了 好了 那我分配好純水之後呢 例如居禮呢 他就可以幫我拿到大約300支水 那我自己都拿到300多支的 其實一次過拿600支是沒有難度的 那賣水前呢 最好就換回一些加魅力的衣服 那因為我們已經去到商人旁邊了 就不需要再穿一些加負重的裝備了 那剛剛我這裡有個垃圾和卡拉 那我們看一下水到底買了幾千 那現在呢 我的純水價格就可以買到8元一支 如果你的交易技能高 又或者你的魅力高 都可以再買得貴一些 譬如現在有631支 那可以值5000多元的 那這個方法呢 理論上每天都可以賺到5000多個瓶蓋 那大家都不會說不夠材料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不需要用筆 而又可以賺大錢的方法 那這次廢土純水大亨的Share 就來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就like and share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